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不但是中部最大的社团之一 也坚持反毒 根除小儿麻痹 可见国际福伦三四六一 相当关心社会公益跟弱势族群 今年7月1号 民通制药公司董事长张光雄就任总监之后 马上就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教育局等单位举办各种公益慈善 跟行销宣传活动 2018年9月20号上午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跟东区福伦社 还在台中市建成路 跟武泉南路两个地方的路口 设立大型看板跟LED宣传荧幕 呼吁更多人加入福伦社 做公益的行列 我们以前都为善不遇人知 那现在呢 我们为了要提升这个公共的形象 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福伦社到底在做什么公益 到底在做什么好的服务社会的计划呢 那我们就做了比较公共的形象 让大家知道说 请他们大家来加入福伦社 三四六一地区总监张光雄 东区福伦社社长张福明 上午还带领20多名社员 在炎热的天气之下 举办一场公益宣导刊版的检查仪式 东区福伦社社长张福明表示 福伦社可以说是人才祭祭 社友们有爱心又热心公益 可以响应台中市政府投入2018年台中花博的各项工作 希望大家一起做公益 发挥爱心 发光发亮 传播正面能量 让社会更加幸福温暖 我们的那个企业家就是皮尔盖茨啊 他就是针对我们胡伦社的一个根除小麻痹的这个计划 大力的支持 那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啊 我们胡伦社来走入我们的群众 让更多的群众啊 知道说我们的胡伦社在做哪些服务 进而邀请社会大众 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胡伦社的这个行业 张光雄也强调 2018到2019 福伦三四六一地区将结合运动 艺文跟公益 举办许多慈善活动 尤其10月28号的花博 继反读音乐路跑嘉年华 更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共同打造幸福快乐 富足的社会 人人都成为励志的领导者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7月1号那样 这那个我们 接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